女人每天都用钻石洗澡 甚至还把钱全部扔掉 不过她可没有疯 这是一夜暴富带来的喜悦 而小两口暴富的名音 竟还是因为他们刚买到二手花 小两口刚搬过来时 房子里还是破烂不堪 就连墙纸都是破了 可就在男人收拾的时候 她却意外发现 墙纸的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她一把撕掉墙纸 没想到后面竟是一扇钢门 男人立马去翻找垃圾 很快就找到了一把钥匙 她小心地插入锁 然后随着钥匙的转动 一下子就打开了这扇门 但里面的景象 却让人直接看待 直接密密麻麻的电线 包裹着整个房间 而且根本看不到镜头 男人找来电工维修 可不料 对方竟连房子都不敢进去 电工告诉男人 这间房子是个凶宅 已经有很多人死在这里 这番话顿时让男人的心里发毛 她赶紧得到房间查查信息 果然发现了房子的档案 一时间 男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房子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 她郁闷地在房间里喝酒 然后醉醺醺地说道 只见下一年 房内的灯光闪烁 眼前竟真的出现了一瓶啤酒 男人瞬间被吓坏了 可当她走近一看 才发现这并不是幻觉 到了第二天一走 房间内的名画白马的房间 她迫不及待把消息告诉了妻子 但妻子根本不信 可奈不顾丈夫的一再要求 妻子只好说出了愿望 下一年 随着灯光的闪烁 一百万的现金竟真的出现 两人瞬间狂喜 随后他们通过心愿房间 得到了数不完的钞票 以及各种各样的文法 而女人甚至用钻石洗脸 男人则用钞票当作下酒菜 就这样 他们过上了只对金鸣的生活 但极度的狂欢过后 他们又感到无尽的空虚 尤其是女人更为难过 因为她的心里 一直有个过不去的卡 她想要有一个孩子 但由于身体原因 女人根本不能生育 这也是她最大的痛苦 女人伤心地来到婴儿车旁 紧接着又看向心愿房间 心里便产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等男人回到家后 她就发现了惊恐的一幕 只见妻子正哄着一个孩子 不出所料 这是她通过房间变出来的 男人彻底崩溃了 她认为妻子简直是有毛病了 在经过一番争吵后 俩人便决定把这个孩子送走 可等他们进入房间后 孩子却开始大哭 听着男孩哭喊的声音 男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可殊不知 这个决定竟差点害了他们 而这一天 女人带着婴儿刚刚出门 她就开始嚎啕大哭 而且整个脸蛋 都像是要燃烧一样 就连鞋子也在急速腐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刚刚加完汽油 在付款时却发现了不对劲 口袋中的钱竟离奇地变成粉末 疑惑的男人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急忙开车壶到家里 接着抓起地上散落的钞票 然后就一股脑地扔出窗外 男人紧紧地盯着现金 像是在观察什么 只见下一名 所有的钞票竟然化成了粉尘 男人彻底懵了 为了再次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又从楼上拿出饭糕的画作 然后放在了门口的位置 这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油画在屋外的地方正快速浮显 而屋内的位置却完好无损 男人惊恶地看着画框 到最后 一幅画镜只剩下一半 为了搞清楚这间诡异的房子 男人拿起锤子 疯狂地砸着墙壁和地盘 可接下来看到的景象 却让他惊恶万分 只见墙的背后竟是密密麻麻的变形 就连地板的下面也全部都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就在这时 妻子正准备抱着孩子出门 男人急忙劝脸 但妻子却根本不听 不出所料 意外很快发生 他们刚刚走出屋外 孩子就开始大哭 白嫩的脸蛋瞬间变得通红 就连鞋子也在急速浮醒 女人完全慌了 他惊恐地呼喊丈夫 但男人却当作没听见 直接就关上了房门 他想着这个变出来的孩子 就让他这样消失吧 但听着妻子和孩子的哭闹 男人还是于心不忍 他立刻冲出屋外 将孩子迅速抱到了房间 但男孩此时的模样 却让两人惊掉了下来 因为刚才还一个月大的婴儿 现在竟成了七八岁的样子 男人告诉妻子 只要房间内变出来都无比 一旦离开了这里 那么就会迅速老化 到最后更是不化为尘土 女人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但事实就是这样 没办法 为了保护孩子 女人竟把门窗全顾钉死 随后便整日陪在他的身边 可即便天天和他玩闹 也依然阻挡不了孩子想出去的信念 渐渐的 男孩的心里发生了扭曲 他太想出去了 于是在这天晚上 男孩趁两人睡觉时 竟然偷偷拿走了钥匙 难道他不要命了吗 等男人醒来后 就发现男孩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房门也大大的开着 夫妻俩瞬间意识到了不对 他们急忙寻找男孩 但就在这时 俩人却在一旁的卧室里 看到了一个满身通红的年轻人 而这时 年轻人也扭了过来 说完 男孩竟举起了手枪 对准了他们两个 难道这是要杀掉他们吗 女人刚一回家 就看见了惊恐的鹰鹿 只见一个浑身赤裸的陌生男人 竟然坐在他们家里 夫妻俩完全懵了 就当女人疑惑的时候 突然 男孩又拿出一把手枪 对准了自己的父亲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男孩并不是个真人 而是夫妻俩许愿得到的 虽然看起来有血有肉 可一旦离开房间 浑身就会全部灼伤 然后迅速长大直至灰飞烟灭 可怜他的女人 整日陪在男孩的身边 而男人却对他经常责骂 久而久之 男孩心里便发生了改变 他想要杀死父亲 一个人陪在母亲身边 女人急忙上前劝阻男孩 而男人也冲了上去抢脱手枪 两人很快扭打在了一起 混乱中 女人不小心撞到了头 很快就晕了不去 等他醒来后 发现只有男人守在身边 孩子却不见了踪影 男人告诉妻子 在刚才的打斗中 男孩不小心中枪身亡 已经把他放到了门外 女人急忙出去查看 可此时的外女 竟连男孩的灰烬也看不到了 女人彻底崩溃 她痛苦地哭喊 俨然把男孩当成了轻生孩子 但事情哪里会这么快结束 女人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女人注意到 当初狼吞福宴的样子 简直就像那孩子 而更奇怪的是 女人还沉浸在悲伤之中 男人却将他一把抱住 着急想要打回扑克 女人彻底吓唤 此时 她终于意识到 眼前的丈夫竟使男孩变了 她害怕地跑出房间 而这时 真正的男人也醒了过来 她急忙起身寻找妻子 终于在一番奔跑后 她看到了和外面一样的房子 男人着急地来到房内 可这时的女 已经被男孩强强压制 男孩听到的动静 立刻起身查看 而女人也在司机逃走 就在这时 男人突然出现 拉着他就要赶紧跑 但下一秒 又一个同样的人也出现了 女人完全懵了 她根本分不清谁是真的 但好在 真正的丈夫说出了她的秘密 于是女人一把将假的丈夫 推下楼梯 而她也变成了男孩的模样 突起俩迅速逃跑 可不管怎么样 他们却始终都跑不出去 显然 这是男孩在搞鬼 很快 男孩便找到了两人 她一脸诡异地拿着小刀 然后迅速跑过她 拿刀刺向了男人 接着她又上前安抚女人 可这时 外面又出现了逃跑的两人 原来当才的他们 是通过许愿出来 夫妻俩一路狂奔 终于来到了真正的房子 而男孩也紧追不舍 还是同样的场景 可这一次 当男孩冲过来时 男人却打开了房间 并将她顺势带了出来 男孩察觉到了危险 立马起身回去 但女人却紧紧地锁上了门 男孩痛苦地喊叫 很快变成了一个网头 到最后更是成了一坛粉尘 这一切也终于结束 可没想到 在一个月后 女人竟然怀孕了 那孩子到底是谁的呢